《逆经故事》 《根卦》六四 《向闻中,世上起之名利路》 六四,根,其身,無垢 根,是超出目光所及,引伸廣闊 其,是器皿上面的波基,引伸篩分類 身,是肚磁,引伸身體 無,跳舞祈求,引伸沒有 救,真相走向出口,人生災禍 意思就是,好像身體那麼廣闊 無殺生之禍 北宋明神《向闻中》的故事 可以解釋這隻鵬的鵬耳 《向闻中》九四九年到一零二零年 四月二十三日 至常知開封虎人 《向闻中》父親向宇 五代後漢那陣,任伸離怨令 向宇,性情嚴肅、光毅 只有向闻中一個兒子 親自教育督促,不假臉色 向宇和向闻中的媽媽說 江大我們門庭的就是這個兒子 向闻中跟著向宇,輔調京城開封 有書身在他們家門前經過 見到向闻中 跟農居的媽媽說 這個兒子瘋覆受異,尊貴 而一年受高的 鄰居的媽媽將這件事 告訴向闻中的家人 家人出來的時候 書身已經不見了 向闻中二十歲的時候 父母相繼去世 他可以不計較貧寒 黑例自立,有遠大志向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九八零年 向闻中考進進士 仇官像作監誠,吉咒痛判 就地改任,又讚善大夫 获轉運使,張齊賢舉戰 仇貞入朝,任駐作郎 宋太宗在便殿召見向闻中 他對答明昌,得到宋太宗清許 任命為護部推官 出任淮林,轉運副市 當時獎領外郡裁計的人 都因權寵自尊 所盜之處,令人畏懼 向闻中吳崇尚威策 以禮對待同僚報客 勤於勸勉,致力整治選不人才 有人推薦向闻中軍事裁林 宋太宗召許入朝 打算任命為諸師副市 向闻中懇切辭謝,進獻所寫的文章 家官籍使館,遣還懷南任職 宋太宗奸籍恩典,月級升任左思間 入朝任副部判官,知制告 沒多久暫代佩大理子 即管司法審判 大理子的潛規則 是沒收了莊物之後 要分給執法人員 向闻中門引東漢忠尼爾 推脫寶珠的事 獨獨不接受,受到排擠、基爾 最終離開京城去到地方任職 宋太宗雍熙四年 九八七年,向闻中岳父張去華 做左姦以大夫 奴州尼姑道安訴訟帝府不誠實 開封府不讓婦人治罪 用遼寇拘禁送到奴州 帝府是留言妻子的外申 道安激打登民鼓 說留言用書信請託 張去華故意不治罪 宋太宗好生氣 張去華貶為安州司馬 向闻中一日受張去華連累落職 出任廣州知州 向闻中入朝辭謝時 當面說這件事 宋太宗因此感動 答應不到三年就召去回朝 遞入升任職方園外郎 向闻中兼掌管市樸事務 極有油水的肥差 前任知州大多貪腐 向闻中到了京南 預買藥物前往廣州 再任以清正廉潔文明 就地升任港南東路轉運市 照為公布囊中 宋太宗想要大家任用向闻中 令到當權大臣妒忌 阿曼人說向闻中發指一陣 王府刊一賄賂事敗 寫信給朝廷大臣要求重慶發落 向闻中是收到信的 這件事下傳到預示台 審測事實 曾經的書信送到向闻中家 向闻中看到王府刊的字 沒有打封信就打法使者離開 捉了王府刊師徒問這件事 他說那封信沒多久就放在桶裡 埋在臨江逆傳房舍 在驅站挖掘到書信 封題就像向闻中說 宋太宗大為驚異 召見向闻中安慰賞激 決定聲用 拜右見爾大夫 同志書墨院士 在任郎中到這個時候 只是百幾天 月級提拔這麼快 977年3月 宋真宗職位 向闻中有病告假 勉力起來 宋真將公室的東商接見了他 派向就職致事 晉升護部侍郎 咸平初年 受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接著宋真宗去到大明 代理兼知書墨院士 當時打完仗之後 朝臣議論派重臣 慰問安撫邊郡 任命向闻中為河北 河東安撫大使 陳搖手奉請為副使 派一萬禁兵 護衛隨從 鎖躲地方 訪問百姓疾苦 設宴稿官吏 莫不感動高興 宋真宗咸平四年 一零零一年 向問中葉安撫大使職 極怪同平章士 衝入紮嚴殿大學士 薛居正是宋太祖朝的宰相 主篇二十史入面的舊五代史 他的樣子薛維吉 是左領軍衛大將軍 薛維吉的原配早死 留下兩個兒子 薛安尚、薛安民 薛維吉族妻、柴氏 薛居正居宅有照命是不可以買賣的 薛維吉意外去世後 薛家兒子迷反召令 出售薛居正居責給向問中 宋代法律支持寡婦攜產改嫁 柴氏打算攜財產再嫁給 又伯役張齊賢 薛家兒子以柴氏私吞財產告到開封府 是薛又伯役 開封府不敢擅自受理 直接上報宋真宗 宋真宗不想將事情鬧大 派律師靜靜地審問柴氏 柴氏就說 向敏忠曾經向他求婚 他沒有答應到 向敏忠心懷憤悶 疏使薛家兩個兒子無告 宋真宗因為這樣問向敏忠 向敏忠說 沒有多久之前喪妻不再議論婚事 從來沒有向柴氏求婚 宋真宗不再追究 柴氏又激估 訴訟越來越急逼 這件事下傳到議事台處理 達到向敏忠買窄的撞文 於是調查發現 柴氏一再上告 是張齊賢的兒子太子宗舍 張忠惠梭氏 發現柴氏埋財金貝財補帶兩萬貫 宋真宗很生氣 趙令 張齊賢貶為太常卿 分詩西京 張忠惠貶為海周別家 柴氏罰款同白金 嚴鐵氏王志忠 向來道記向敏忠 說向敏忠以取 已故父馬都為王成顯妹妹 宋真宗詢問王氏得到證實 認為向敏忠之前說不再議婚是妄語 霸為護部侍郎出資永興軍 景德初年 一零零四年 向敏忠服職兵部侍郎 下週李繼遷死 他兒子李德明上表 請求歸父宋朝 宋真宗任向敏忠 為陸延路沿邊安虎市 沒多久回京兆 同年冬天 宋真宗去到蟬淵親征 賜向敏忠密照 西部邊地 全部交給海全權處理 向敏忠收埋詔書 好像平時那樣處理政務 剛剛立月雙制驅除婚疫 有人報告禁兵打算趁雙制那陣作亂 向敏忠秘密派部下軍隊 伸被海甲埋在走廊下面的圍幕 第二日向敏忠召來不客寮屬的軍官 撤走明任檢閱 沒人預先知道 命令雙制的人進來 先是持聘在中門之外 後來召到街台 向敏忠震衣袖一揮 募兵出來 禽拿國懷短刀禁兵 當場斬殺 隨去屍體 用灰沙打掃遠亭 張岳 宴飲 在座黑人 都嚇得兩腳震勢 邊凡於是安定 警德二年 1005年 李德明文約 沒有決定 改向敏忠為陸延路 都部署兼知賢州 委任去策劃處理 改任河南府知府兼西京留守 向敏忠做西京留守 一個和尚路徑的村落 見到天色已晚 央求借宿一宵 屋主管他了 他指好妻生屋主停在屋外的車廂 到了半夜 和尚突然驚醒 見到一個賊人揹著婦人 手上堤包袱 回屋場後匆忙離去 和尚趕緊離開 五代入一口夫井入面 夫井入面 有被強度滅口的婦人屍體 第二日 屋主秦國印追蹤到井邊 將和尚信到官府 和尚百口莫辯 只好公認殺人 說否井邊的財物 不知被誰拿了 屋主將報告呈送府台 府台認為罪證確實 應職算判 向民宗認為 莊物遺失非常可疑 單獨審問和尚知道實情 派密探去到各地訪賊 最終拘捕責任 和尚死裡逃生 大宗長湖初年 議論風善泰山 向民宗得高 有人望 照入朝廷 代理東京留守 致禮成功 授任上書又成 向民宗沒多久兼任秘書家 領公報上書 充任知政殿大學士 宋真宗次御師 包掌榮寵 祭治墳音那陣 向民宗又任留守 向民宗厚重真正 獲得眾人敬福 宋真宗作師 派示者池馬 赤比海 授任刑部上書 天氣初年 1017年 向民宗聲任 又博役 兼門下侍郎 宋真宗對向臨學士 李宗這麼說 朕自職位以來 從來沒有任命過博役 現在任命向民宗 這是吳尋常的命令 向民宗都應該很開心 今天河客一定很多 你看一看 不要說是我的意思 李宗我到達後 向民宗借著客人 梅亭直靜無聲 李宗我和親信 敬直入去入面 緩緩祝賀地說 今日聽算降下任命的詔書 士大夫都寬慰相慶 向民宗只是謙卑地應答 李宗我出門後 派人問廚房 派人今日無謂親戚奔下設宴飲酒 宋真宗知道後笑著說 向民宗大內官職 即是害升任官職 向民宗監守閣市 改任玉清趙英公市 一年老屢次請求辭官 宋真宗突召不准 天氣三年 2019年從陽節 向民宗在皇院裡宴飲 旁晚回去後 中風完病 未陪同交致 升任左博役 超文館大學士 奉表懇求辭讓 想表請求解除職務 宋真宗不准 2020年4月23日 向民宗逝世 中年72歲 宋真宗親自臨喪 傷心痛哭 改絕朝三日 追陣太衛 中書令 師傲文減 向民宗五個兒子和女婿 一同升官 親作辭 亦有數人受官 建宗正國元年 1101年精月 向民宗真宗女 即陰姓皇后去世 宋偉宗追念不已 多次奉陣向氏家族 向民宗追封為燕王 向民宗純仁宗厚 能斯文 省民有 留別知己罪 至二高遠 仁清有宰上風道 師作 合山非來子 合山聖地看蟬柱 萬人危橋 押耀津 世上喜知名利路 望中空笑往來人 倚門怪石狂遮面 入座寒雲碎妖心 日無西風懶回首 滿臨憂了與聲頻 時人都認為有中堂的詩風 向民宗留有文集十五卷全世 現在都不見了 全宋詩卷五十四 錄他的詩十一首 全宋文卷一百二十九 修文十二篇 要撥混成 印也 旅行 發作 握 根